一人隨堂最近宣傳主演的賀歲片 每次現身都是媒體焦點 不過最近卻惹上官司 和先生Tony被鄰居指控 放任小孩吵鬧不管 嚴重擾靈 樓下鄰居秀出和Tony的對話記錄 表示從上午六點半開始 就會聽見樓上奔跑彈鋼琴的噪音 嚴重影響作息 家人已經被吵得崩潰 隨堂屁然說 那你就跟著我們小孩子早點起床 這真的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又寫個英文給我 說要不然就跟我律師講 那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們困擾我們半年 隨堂去年七月搬進台北市大直 一處高級社區住在樓中樓 鄰居表示隨堂家的樓梯是鏤空設計 屋齡近三十年 地板厚度只有十二公分 小孩的跑跳聲不止樓下 連六樓住戶都聽得見 媽會挺會死 我六樓都聽到了 我也希望讓小孩子要管 小耶穌一下子管架 不要不要動不要中跑 尤其這麼動 年紀比較大一點 天然有點心中 心中快快快快受不了 不過彤妮則傳訊息 反控鄰居騷擾 指控對方在他出門工作時 敲門對隨堂還有小孩大叫 造成蹊跷很大的驚嚇 無法原諒這樣的行為 對此接稿前隨堂經紀人電話未接 無法取得回應 鄰居報警提告 雙方進入調解 都希望能恢復安寧的日子 TVBS希望張全監獻起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